今天对于南京城来说最大的一件事当然就是亚青会的开幕 今天晚上八点钟第二届亚青会的开幕式将在南京的奥提中心举行 其实早在今天早晨的五点多钟 负责亚青会开幕式的安保力量就已经全部到位了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奥提的南大门 从今天早晨五点半开始呢 所有的亚青会的安保人员工作人员 以及这个官员和运动员就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场了 所以整个安检工作呢也正式启动了 不过通过一个上午的这个安检工作呢 我们也发现这些进入场馆的人员呢 可能还没有真正搞清楚哪些物品是属于限制携带物品和禁止携带物品 比如我身旁的这个长柄伞就是禁止携带进入场馆的 而短柄的雨伞呢则是可以进入场馆的 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广大观众 有一些人员进入的时候呢会随身携带这个笔记本电脑 这个笔记本电脑呢在进过安检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接受开机检查 才能顺利的进入场馆 今天亚青会的工作人员车辆和演制人员都是从奥提的南门进入场馆的 八点半左右 民警挡住了一位穿着工作服拿着后勤保障证件的男子 最终企图用同事证件混入场馆的男子被民警带回调查 除了人身检查外奥提南门和北门还设有车辆安检通道 五名安检员三分钟就能检查完一辆汽车 除此之外奥提中心内还有五百五十个监控摄像头全天后的工作者 一旦哪里发生特殊情况民警将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